一部水浒传 传神演绎大宋徽宗年间 蔡经高求等上位者 贪腐横行 社会动荡 百姓苦不堪言 路连好汉高举一骑 替天行道 笑距水泼梁山 杨智 柴晋 林冲 武松 宋江等人 从一届良民善利 到被迫走上梁山 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磨难 他们崇尚江湖义气 劫富济贫 杀人虐祸 快意恩仇的背后 折射出大宋徽宗年间 怎样的政治 法治和文化环境 河北大学韩田路 带您法眼读水浒 敬请关注 在水浒传中 作者施奈安用尽笔墨 男人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女性角色出现了不多 而且一出现 往往就是负面形象 她们长相秀丽 却不守富道 不但红杏出墙 还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和欲望 而心狠手辣 毒杀亲夫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刻画这些坏女人的形象呢 这些女性角色的存在 又与梁山好汉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关联 系列节目 法书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 为您讲述好汉背后的坏女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水浒当中最出名的坏女人 当然是非潘金莲莫属 她先是被情欲所谜 不顾伦常的勾引小叔子武松 在勾引武松没有成功之后 又在王婆的撮合下 和西门庆勾搭成奸 奸情被武大发现 又怂恿西门庆将武大踢成重伤 眼看距离武松回来的日子将近 一来怕武松发觉 二来也是想和西门庆 长久的做夫妻 竟然亲手调制了一碗毒药 并且给武大灌下 结果了丈夫的性命 无论是站在道德 还是在法律的角度来看 这个潘金莲都是十恶不赦的当父 他被武松一刀杀死 在当事人看起来 那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不过 作者也似乎意识到 在非常多的人看起来 要想说明女人不可靠 潘金莲的故事 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 武大郎的条件 可能真的是太差了点 按照书中所讲 这个武大不仅仅是身材矮小 相貌丑陋 人颂说号叫三寸钉骨树皮 而且是智力低下 叫做头脑可笑 他的社会职业也仅仅是一个靠卖吹饼 也就是今天说卖馒头为生的 这样一个小商小贩 那在封建社会 商人是在市农工商 这四个社会阶层排名当中 地位是最为低下的 相比较而言 这个潘金莲虽然出身很低 但他资荣秀丽心灵手巧 这两个人 他们的条件放在人心的天平之上 人们是很容易就会觉得 潘金莲很不公平 另外呢 武大那非常差的资深条件 也会让那些普通的读者 都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 妻子啊 这个出轨的事啊 可能只发生在那些条件 很差的男人身上 只要丈夫身上 是有可取之处的 对于潘金莲来说 就是哪怕丈夫 有一丁点的可取之处 潘金莲大概也不会出轨 所以啊 这个事情 基本上和自己 没什么关系 为了让男人们 打消对女人的幻想 作者于是就又设计了 一个坏女人 严婆熙 严婆熙呢 她本来是东京的一个歌女 她和父母到山东来投奔人 结果没有想到 投奔的那个人死了 所以一家三口就流落街头 再到后来 严婆熙的父亲死去 无钱安葬 宋江这个人呢 向来就非常慷慨大方 乐善好施 于是他就出钱 就安葬了严婆熙的父亲 严婆熙的母亲 就看上了宋江的地位和钱财 于是就撮合宋江 和自己的女儿 让宋江 纳了严婆熙 为自己的外宅 宋江其实本身 对这件事情是不太感兴趣的 不过就是当不过 这个严婆的死缠烂打呀 又看严婆熙 青春貌美 一时动心 也就答应了这件事情 就把她安置在外边 宋江对这对母女 还是非常不错的 给这对母女 买了一处楼房 今天话说 就是给她买了套别墅 有小院 有楼房的那种 让这对母女 就过上了 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有一次宋江带着一个同事 叫张文远 到他收养 严婆熙的这个地方 就喝酒 那个张文远 长得是眉清目秀 唇红齿白 很重严婆熙的意 于是两个人在当时呢 就眉来眼去 叫暗送秋波 后来呢 两个人就勾搭成奸 其实也是有一些风声 是吹到宋江的耳朵里的 不过宋江心里 尽管不舒服 但是转年一想 反正严婆熙 也不是自己的正事 不过是花钱买来的 这个外债而已 不值得为这种事 大动肝火 顶多不上门 不去不就完了吗 于是就打定主意 和严婆熙呢 然后就基本上叫 断绝了来往 这个严婆熙 当然巴不得宋江不上门啊 不过严婆的想法是不一样 他知道人长得好 像张文远这样小白点 小白点不能当饭吃啊 但是宋江的钱 是可以当饭吃的 于是呢 他就找到了宋江 强拉硬拽 把宋江拉进了自己的家里 不巧呢 这一天宋江正好就收到了 来自朝盖的感谢信 而更加不巧的是 这封信就被严婆熙看到 这个严婆熙看到这封信之后 那是如获之宝 当时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 你给我写一封修书 让自己和张文远自在结合 第二 你给我买的这套房子 加上房子里边的一英所有 全都写上一纸清单 把这些东西赠送给自己 不得再来索要 第三 要宋江给自己一百两金子 严婆熙为什么要提出这么 有零有整的这一百两黄金呢 是因为朝盖在书里边做了说明 作为对宋江放了自己的这个感谢 不过实际上 宋江实际上只收下了十两 剩下的呢 九十两银子是还给了朝盖 所以呢 宋江对于前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都是他可以满足的嘛 所以很容易就答应了 但是第三件 宋江一下子难以答应 为什么一百两金子 确实太多了些 手头只有十两 于是他提出来 严婆熙你可以不可以 让我宽限三天 不过严婆熙是坚决不答应 如果说你三天不答应的话 我就把这件事情告到官府 宋江呢 他本来是想上前把这公文包抢回来 没想到这个时候 严婆熙就大声叫黑三杀人了 结果宋江是忍无可忍 一时怒气 真的就对严婆熙下了私手 咱们说在宋江和严婆熙的这个故事里 严婆熙那真是一个非常可恨的女人 这个宋江是严婆熙的恩人 兼一世父母 严婆熙对宋江应该是感恩戴德 外加守身如玉 那才对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 所以严婆熙这个人是又蠢又坏 所以他最后得到那样的命运结局 也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 宋江的故事啊 当然比起武大的故事 那应该是宋江在各个方面都比武大条件好了太多了 不过呀 这仍然给一些读者留下了这种对女性幻想的空间 有人就会说呀 宋江虽然是有钱有势 但可惜呀 他是太矮太黑了 严婆熙为什么看不上他 为什么会喜欢上张文远 不就是因为张文远 眉清目秀唇红尺白 而宋江是又矮又黑 不会风流 如果宋江长得相貌堂堂 那么就完全有可能摆脱妻子红姓出强的命运 宋江和武松都是水浒传中鼎鼎大名的英雄浩汉 根据书中描写 在他们走上梁山的过程中 各自都有一个容貌娇好 但阴险歹毒的女人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让宋江与武松抛弃了原有的生活轨迹 最终奔赴梁山 那么水浒传的作者 为什么要把女性作为丑恶的代表 放在梁山好汉的队里面 纵观全书 这只是情节推进的巧合 还是有意设计 除了他们 还有哪些梁山好汉 是因为坏女人而落草为寇的呢 系列节目 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 继继续为您讲述好汉背后的坏女人 咱们说这个作者真的是非常聪明 水浒不愧是一部文学的名著啊 作者 深动 事态人心 作者仿佛是看透了读者可能有的心思 于是就又塑造了另外一个坏女人 这个坏女人的名字叫做潘巧云 潘巧云的丈夫 也是水浒里面一条好汉 人诵绰号叫做病观索 他的名字叫做杨雄 我们千万不要一看病观索的绰号 就以为杨雄是个病病泱泱的人 他不是病吗 这里的病是让观索都为难都发愁的意思 指的是杨雄这个人武功非常高强 而观索呢 因为他是民间传说中观云长的儿子 特别的厉害 一员猛将 那杨雄能够让观索都病都发愁 那你想想他的功夫 那应该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杨雄的职业呢 他是两院押育 按照今天的话来说 是一名狱警 也是公务员出身 他也武功高强 而且他相貌堂堂 按照书中的说法就是 好表人物 两枚入病 凤眼朝天 按说这样的人应该是足够让妻子满意了吧 可是潘巧云是怎么做的呢 潘巧云竟然是背着杨雄和和尚偷情 被杨雄的这个杰义兄弟石秀看到以后 石秀就委婉地暗示了一下杨雄 结果潘巧云怎么做的 竟然是倒打一耙 说石秀趁着杨雄不在的情况下 调戏自己 潘巧云最后的结果呢 是被杨雄和石秀带到了翠平山上 问清了前后所有的情况之后 被非常残忍地杀死 咱们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啊 潘巧云是罪不至死的 但是要推究她的原因的话呀 她背叛丈夫在前 事发之后又给石秀泼脏水 又想用这种方式为自己遮掩 也绝对说得上是一个品质非常恶劣的女人了 那么这三个女人的故事讲完呀 大多数男人恐怕对于女人的信心都被动摇了 你看五大那样的人 他是从社会地位 然后到这个身体的情况 都非常低下 这样人咱不必说他了 像宋江这样 虽然有钱有势 但是身材相貌都不太好的人 这种土豪 他也没有什么安全感 那么杨雄这样一个 一表人才的公务员 怎么样呢 还是不行 但是仍然可能会有这样一类人 这些人 他们不但是一表人才 而且有钱有势 个子也很高大 这样的人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就是那些所谓高富帅 拥有这样一个丈夫 做妻子的应该就是死心塌地 没有其他的要求了吧 作家就怕你这样想 于是他就 为了打消男人对女人的最后一丝幻想 这个水浒是又塑造了一个坏女人 这个坏女人是谁呢 就是卢俊逸的老婆 这个坏女人 卢俊逸 咱们一看他的绰号 其实就可以想见这个人的条件 欲麒麟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 麒麟是中国古代 把长颈鹿叫做麒麟 直到今天 韩语日语 这个麒麟的汉字写法 还是麒麟两个汉字 发音也是 麒麟这个音差不多的 你想 玉麒麟意味着什么 首先麒麟意味着他高 是吧 玉意味着他好看 因为中国古代 常常用玉来形容那些好看的事物 比如说 说一个男人有风度 是玉树临风 一个女人叫玉蓉 是吧 只要玉都是好的 玉麒麟肯定这个长得也非常好 我们说 这是高了 另外说这是帅了 富也是一样 你想想 用玉做那么大个麒麟 那肯定也很值钱吧 所以我们说 高是玉麒麟 帅是玉麒麟 富是玉麒麟 他基本上把一个男人 所能够拥有的好条件 全都具备到一身了 按说呢 就是有这样一个男人 作为丈夫啊 这个女人 应该说是幸福的 每天就像腾晕驾雾一样 恐怕做梦都会笑醒吧 但是假是呢 他丝毫没有觉得 这有什么满足感 反倒和管家 李顾思通 后来呢 趁着卢靳玉 被无用骗到梁山做客 自己在家做主 把卢靳玉的心腹 燕青是赶出了家门 和李顾一起 公然霸占了 卢靳玉的家产 而且当卢靳玉 终于从梁山回来的时候 他又和李顾在一起 诬告卢靳玉 私通两山 算计着 要置他于死地 而且是买通上下 一定要让 卢靳玉去死 如果我们是 分开来看 水火当中的 四个女人的故事 潘金莲啊 潘巧云啊 贾世啊 等等这几个 分开来看 可能我们还觉得 没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 把四个女人 如果放在一起来看 就可以看出 作者背后的态度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所谓 女人心海底针 无论你是相貌的美丑 无论你是身材的高矮 无论你是穷是富 女人都有可能离你而去 那么在水湖里边 被女人喜欢的男人呢 只有一种 这就是那些 飘荡浮浪 游手好闲 惯会偷香 惬玉的清薄子弟 你像潘金莲 喜欢的这个西门庆 潘巧云的那个 相好海和尚 还有闫婆西的相好 张文远之类 都是这种男人 或者说 都是这种货色 从潘金莲 闫婆西 再到戏份不多 却面目可憎的 潘巧云和贾世 《水浒传》一次又一次 将她们作为坏女人的代表 诉诸弊端 无论伴侣的个人条件 是好是坏 用情如何专注 都不能改变这些女人 自私贪婪的本性 那么为什么在情节设计上 作者反复强化这种角色定位 当我们阅读小说时 又该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的 这些人物形象呢 系列节目 《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好汉背后的坏女人 那么我们应当 怎么来看待水浒当中 这些女性的故事呢 首先呀 水浒之所以把女性 写得这样的不堪 也是水浒当中 她作为特定人群的 女性观的一种反应 水浒的性质呢 她某种程度上 应该说是属于江湖文学 她既然要表现 这些江湖好汉的人生 就不得不 把他们的女性观有所体现 这些江湖好汉 有足于社会的边缘 冲舟撞腐 闯荡天涯 在他们的亡命生涯当中 对女性往往会采取一种 拒斥防范的态度 因为女性可能会成为 妨碍作战行动的累赘 还有女性可能会 软弱他们的意志 你在上战场 你在出去要拼命了 女性可能会把你拉住 另外最可怕的一种情形 女性还可能让男人 因为争锋吃醋而发生内讧 比如说后来李连杰拍的 那个投名状 不就是这种事情吗 等等等等 是吧 而既然水浒 是反映江湖 陆林好汉生涯的 当然好汉的这个价值观 和人生观呀 也都会在水浒当中有所体现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水浒当中的女人 多数都如此不堪 而梁山好汉当中 除了挨交虎王英 小八王周通 这两个不太出名 也不怎么重要的人 绝大多数的梁山好汉 大多数对女性 采取的一种态度 都是比较冷淡和排斥的 而这种冷淡和排斥的态度 其实按照我们今天的 心理学上来讲 也正是那些女性 不太喜欢她们 背叛她们的主要原因 比如说假释 为什么不喜欢卢俊逸 郎子燕京做出了解释 她说主人平常 只是打熬利器 不尽女性 闫珀西为什么不喜欢宋江 潘巧云为什么不喜欢杨雄 原因也类似 我们在这里这样说 不是为这些坏女人开拓 我们要指出的是什么呢 是说无论是站在当时 还是站在现在的法律视角 她们都有不检点的地方 比如说像潘金莲 比如说假释的行为 更是触犯到了当时的刑律 她是犯罪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在我们今天来说 仍然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 水湖里为什么有那么多 对丈夫不满意的妻子 除了假释勾结情人 为了谋丈夫的财产 而避欲置自己的亲父与死地之外 那放到今天 也还是没有任何为他辩护的理由的 另外三个人 其实像潘金莲也好 潘巧云也好 这几个人里面 其实并没有一个是势力之徒 他们所喜欢的 其实并不一定是要 比自己丈夫的地位更高 财富更多的人 而是比丈夫更能让自己喜欢的人 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作者你看他说了一通话 他说呀 看官听说 原来这色罪是怕人 若是他有心恋你时 身上便有刀剑水火 也拦他不住 谁也不怕 若是他无心恋你时 你便身坐在基因堆里 他也不踩你 常言道 家人有一村肤鞘 红粉无心浪子村 其实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的话 这段话就不是女性的弱点了 而简直是对女性重情的 一种赞美之词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说感情的付出是相互的 你不付出就不要指望得到回报 其次呢 《水湖》里面这些女性的故事 很大程度上都是女性正常的要求 和男权社会向冲突的造成的悲剧 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本来就是所谓男权文化 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了 我们放眼到整个世界 就整体而言 这个世界都还是男权主导的社会 你说美国是吧 它是属于现代文明的代表性的国家了 但是呢 女性获得选举权 也仅仅是1920年以后的事情 正像著名作家萧红所说到的 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 语意是稀薄的 负担是沉重的 女性的生活圈本来就非常小 几乎被幽禁在家 一个正常的社会女子 应当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这个根本就不是夸张 我们看表现宋代生活的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那个图上的人物数百呀 你在里边就找不到什么女人 女性的婚姻又完全是父母做主 这一点在青年男女表面上是一样 但是实际上假如生活不如意 男人在婚后其实还是可以有所弥补的 你比如说他可以去花间柳巷 还可以去纳妾 但是女人就没有任何的调剂的手段 同样是失去配偶 男子呢 如果他要再讨一个老婆 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女子呢 如果再嫁 却是一件足以带来羞耻的这样的坏事 一个贞洁的女人 最好是重复于地下 推而求其次也应当是为丈夫手劫 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所以在婚姻这个问题上 女人所承受的压力无疑是更大 与她们局促的生活 感情非常封闭的空间相对应的是 女子在道德上所背负的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语境当中 对女性的歧视应该说是根深蒂固 而伟大如孔子也曾经有过 为女子与小人为男养也 尽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的这样的言论 那么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 与制度的条件之下 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 特别是三纲中的夫为七纲 以及在家从妇 出嫁从妇 夫死从子 这三重的说法提出来之后 女性就更加沦为男性的附庸 没有自己丝毫独立的社会地位 换到今天潘金莲不会嫁给五大郎 严婆没有权利逼迫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本不喜欢的宋江 潘巧云可以和丈夫提出离婚 那么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这几个恶性的案件 都是可以逼遍的 所以说顺应人性的制度 才是理想的制度 一味地束缚和压抑 导致的可能就是人性的扭曲 和非常可怕的后果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北宋折宗元佑年间 京西北路杨敌县之县赵仁树 被举报在任职期间 坚守自盗 强占民女等劣迹 案件的审理一波三折 案情几经反转 皇室大臣世家大族 利益混杂其中 而这一切与赵仁树的身份不无关系 那么赵仁树到底有什么特殊背景 北宋赵仁树案 下期播出